俄罗斯媒体爆料中国订购的卡五二直升机已经到货 这些直升机该怎么用呢 大家好 我是石头 最近俄罗斯媒体开始热炒一个新闻 就是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的卡五二K型直升机 已经陆续抵达了中国 现在我们还没有在国内的官方媒体 或者我们说这个路边社还没有拍到相关的照片 但是如果情况属实的话 恐怕这些卡五二K的照片很快就会出现在咱们面前 据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购买卡五二这个传言 那是由来已久 之前在包括凤凰卫视等等媒体的报道中 似乎也显现过为中国定制生产的卡五二的身影 但是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 一度大家认为这些卡五二都被俄罗斯给征用了 用来进行俄乌战争 那么在战争中实际上卡五二是做出了相当不错的一些战机表现 当然也遭受到了非常沉重的损失 而卡五二身上装备的包括远程反坦克导弹 包括总统自卫系统等等在内的一系列系统 也还是让世人眼前一亮的 如果俄罗斯媒体报道是真的 那这些卡五二k会用来做什么呢 实际上我们说这些卡五二k 它很有可能是海基的舰载直升机 那么俄罗斯曾经研究过将卡五二放上 从法国采购的西北风级两栖登陆舰的这么一个设想 也为此配套研究了卡五二的相关的改进型 那么这实际上就是卡五二k 而中国人民解放军购买这些卡五二k 显然将会用于这个零七五两栖登陆舰 那么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 这一批购买的卡五二k可能是三个中队 以目前规划建造中的这个零七五两栖登陆舰的规模来说 三个中队实际上并不够用 按照现在所知的消息 咱们的零七五恐怕这一批会再建造四艘 以形成一个八艘零七五的规模 那么这八艘零七五上只有三个中队的卡五二k 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那么可以说这些卡五二k 很有可能是配合先期已经投入使用的 这第一批次的四艘零七五进行的训练用的一些直升机 那么这一些卡五二k到货之后呢 可以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更快的具备 从海上利用直升机发起对地支援打击的这么一个能力 那么对于我们设想中的两栖登陆作战显然是能力上极大的提升 当然了我们说啊 咱们自己的军舰啊不可能只去适配俄罗斯的这个直升机 在传说中很早就有重型武装直升机的这么一个提法 最近呢从相关的报道来看重型武装直升机的研制工作呢 很快也要达成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了 那么这种重型武装直升机很有可能是基于直二零的飞行与动力系统进行一定的改进之后呢 形成了一种类似于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吨位的这种重物质 那么未来恐怕这种中国人自己生产的重型武装直升机 才是包括075 076这些两栖登陆舰上直升机对地打击武器的主力军 如果在配合上运输直升机以及相关的无人机等等的这一些机种呢 可以使咱们的075和076具备相当强悍的对地打击以及垂直登陆能力 那么到那个时候卡52K恐怕也会如同现在啊 中国人民解放军反潜直升机序列里的卡尔巴一样啊 逐渐的退出 当然我们说形成战斗力是非常必要的 为了避免在敏感时期的战斗力真空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来走的都是两条腿走路的路线 卡52K的到来将会是人民解放军海军作战能力的巨大提升 您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屏幕区我交流 感谢您的关注点赞 转发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